大家好,我是石西 你有没有被迫吸过二手电子盐 西瓜,苹果,橘子,一或是咖啡,红酒,绿茶 我有 而且在被迫吸完之后还要被问一句 你闻一下,猜是什么味道 而这一切将在5月1日之后发生变化 这是某电子盐商家最近发布的状态 3月29日马上没有水果味了 货已经不多,先到先得 4月2日,两百合被铜糖鸟了 4月13日,涨价成趋势,囤货有惊喜 这些充满紧迫的字眼在电子盐商家们最近一个月的状态里非常常见 3月11日,国家烟草专办局发布了电子盐国家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 其中明确指出,自5月1日起 全面禁止销售烟草口味以外的调味电子盐和可自行添加物化物的电子盐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 电子盐品牌月克姆公司物星科技发布财报 2021全年营收85.21亿元 毛利润36.721亿元 而在新规的影响下 物星科技股价一夜跌幅超过36% 这种戏剧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上演 要知道,电子盐只有两部分构成 烟杆和烟蛋 烟蛋中的烟油通过烟杆中的加热丝 雾化成水蒸汽供人吸取 也就是说,用户可能只会买一个烟杆 但会多次购买烟蛋 有着高复购率的烟蛋 才是电子盐生意中的大头 而售卖出去的烟蛋中 90%以上都是非烟草口味 所以即将尽售的非烟草口味的烟蛋 才是电子烟行业中最大的卖点和利润来源 那为什么要禁售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电子烟也是烟 而各种口味电子烟太具有欺骗性 消费群体甚至渗透至初中生 你评评看 有专家表示 如果成年人只是为了戒烟 那有烟草口味就足够了 4月12日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网站更新 2022年第4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 涉及电子烟强势性国家标准 该标准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 国标的发布意味着电子烟监管时代的到来 行业门槛提升 而对于行业来说 这意味着缓冲期进入倒数 我们眼见电子烟起高楼 又见他验宾客 最后是否会楼塌了 尚未可知 从野蛮生长到卸下糖衣炮弹 电子烟还算不算一门 好生意呢 行业洗牌已成定局 在仅剩不多的日子里 依然有玩家在进行下注 准备着最后的狂欢 其实这不是电子烟行业第一次面临新规 2019年10月底 电子烟的网络禁售令实施 线下渠道成为电子烟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宣传销售阵地 悦客 柚子 摩迪等电子烟品牌 都推出了开店补贴计划 以此来弥补线上渠道的损失 据我所知 那个时候开设电子烟实体店的门槛并不高 作为一个小店面 花上2到3万元的装修费 3到4万元的备货费 再雇佣一位店员 就可以开出一家门店 而实体店的毛利润能达到40%到50% 一般6个月就能回门 如果你店铺选址好 销售额高 那么3个月左右就能回门 补贴 高回报率和行业的报复神话 吸引了一大批新玩家入局 在排桌上不断推高筹码 你很容易发现 一条街上经常同时出现 5、6家电子烟店 整整支库发布的 2021电子烟产业蓝皮书中显示 国内电子烟零售业态有近19万家 线下渠道的竞争是越来越卷 而第一批实体店因为马带效应 掌握着绝大多数的线下客员 他们提早一步将客户引流到私域 转错起了微商 在网络禁售令下 与监管开始了赛跑 有商家则表示 监管会一直存在 说到底这就是一场比谁速度快的游戏 如今新规已出 电子烟厂家实体店微商们 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呢 首先啊 实体店基本都面临着关门问题 自己只能在5一前 尽量多卖点货 多赚点钱 但无货可卖 是当前众多电子烟零售店的真实卸照 新规已出 厂家就停止了非烟草口味的烟蛋的生产 整个市场都缺货 即使你是代理商 也无法从厂家那边拿到更多的货源 只能卖店内之前的存货 可是手握大量存货的商家 也陷入了焦虑之中 按照当前的价格走势 应该还能大赚一笔 但是现实情况是 如果不能在5月1号之前消化库存 商家们可能就要面临货砸在手里的情况 于是部分商户开始打包出售 剩余烟蛋 以减少风险 除了担心手里的烟蛋库存不能及时消化以外 他们还要担心烟杆无法及时卖出 因为在烟蛋价格一路走高的同时 烟杆的价格在一路大跌 二次征求意见稿中还提到 电子烟烟具因具有防儿童启动功能 何妨是意外启动的保护功能 而现有的很多烟杆是没有这些功能的 在零售商们为未来迷茫焦虑的时候 微商们却不能再等下去了 他们已经开始计划捞最后一笔钱 游走在危险变人的微商 停止了打折促销的活动开始涨价首脉 之前每盒卖90-120元左右的水果味烟蛋 如今的价格已经涨到120-150元 去谈话往后抽不到的口味 传导至用户端 囤货的热情被点燃 大家都在想 五一之前要不要囤上一些非烟槽口味的烟蛋 一条又一条的倒计时文案 无不在刺激着 还在犹豫的消费者们激情下单 在行业金字塔顶端的生产厂商 也面临着新规的影响 电子烟此前的受众权利多以果味消费为主 根据国标 此后只允许出现以烟草味主条的混合型口味烟蛋 并且物化物中允许使用的添加剂 限定在标准披露的101种 还有相应的最大使用量上的规定 这意味着所有的厂商都要围绕此所文章 那其中有一部分厂家已经开始转型做符合新规的烟蛋 只是生意规模和利润会变小 只有少部分资金撑不动转型的厂家可能会消失 而不少国内厂家早就做起了电子烟的跨境生意 而且目前除了美国外 绝大多数海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对口味的限制 外贸厂家受到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2021电子烟产业蓝评书中也提到 2021年电子烟国内市场规模预计为197亿元 而2021年中国电子烟出口总额达到了1383亿元 是国内市场规模的7倍 电子烟在国外的需求更大 销售市场也更大 大家都心知肚明 悬在电子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间已经落下 赚快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厂家与品牌方开始转型 部分逐渐将视线转移向海外 而无数牌桌上的实体店家 代理商和微商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与经验 或将在这次的洗牌之中离开牌桌 通过电子烟报复的神话终结 一年万点的电子烟行业将会在新规之下停止野蛮生长 逐渐走入规范化的下半场